北京近郊的淮柔是一个生机蓬勃又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里不但有充满活力的大市集 还有一个台湾人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 开出一间民宿 把从安徽 江西等地搜集来的传统建材重新拼装 强化实用的功能 让住客在怀旧的氛围里 从容地欣赏古人的智慧与美感 散门对战神机奔放 北京昌平的沙河大集 带泥带土的鲜酥莓果到羁牙鱼肉 在没什么长法的陈列中应有尽有 各种鲜活有趣 撞入眼帘 吸引不少年轻人 感激打卡 因为挺有一眼火气的吧 我感觉是都想体验一把 给网红那个地儿是一样的 就想来体验一把 现代生活嘛 跟这个集市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一种 这是什么上个年代的感觉 十字清代的市集流遍至今 此起彼落的还有付款到账的声音 淳朴也吸引有科技相辅相成 年轻人乐于拖着时尚推车来集合 汇聚天南地北的生意也热闹升华 在北京的郊区边保留下 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场景 吸引年轻人来到这里 感受他传统的活地 像是我也忍不住买了两颗瓜 不过在这里同样也有台湾人 是保存下了许多古建物 用更细腻的场景让他焕然心生 北墙带瓦 码头眼角 错落油脂的灰派设计民宿 坐落在北京怀柔的九度河镇 像是踏进一幅立体的南方山水画 来 这是我们这个太子书院 来自以古徽州 大概有将近六百年的历史 刻画斑驳岁月的梁柱 以书架做墙 玻璃窗带光 中式家具和西方灯饰巧妙组合混搭 民宿书房 义式咖啡厅 称出的时尚感非常不一样 那个叫筑托 下面的盘子一样 它为了要美化的房子 有一点装修的感觉 所以呢 它下面做了一个托 这个托就典型棉花的造型 它弄成一个方形的 然后下面那个托 也做了一个突出来方形 砰 往上放 它全部都损毛 这里面一根钉子里面 全部是损毛结构 谈起建筑工艺 头头是道 詹复华原本是一名古董家具修复师 二十年前 姻缘继会到江西雾园 对徽派老宅一见钟情 他陆续从安徽 江西等地 卖下破败废弃的古宅 分拆编号 悉数运回北京 修复后再重新搭建 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 住处石墩是不可以用汉白玉的 可以用各类的石头 唯有皇家才可以用 很多房子不管有钱与否 没人可以随便用汉白玉 杀头的 不行 古建筑的前身是明朝龙庆皇帝 出资新建的书院办公厅 对詹复华来说 让他们重现光徽岁月的方式 就是古为金用 把这些零件放到现代场景中发挥 将生活揉入其中 能看出来是经历过岁月的那种痕迹的 那些古家具都很少见在外面 除了参观各种博物馆会看到 然后这种咖啡厅还真的蛮少见的 比较小众吧 呆呆地往这一坐就看着这些东西 就感觉我能做一天 这种建筑物人家真的很少见 所以感觉这设计师真的是太牛了 张富华的老派浪漫令来访的旅人沉醉 也体现在每个民宿房间 从装潢到家具全是细节 这个地板都一百多年是真的 它以前是墙壁 有钱人家的那个墙壁 我把那个拿过来这边就当作木地板在这 这一个是金丝楠木 一块老的面板 我加了这个金丝楠木新的木头 放在炕上的桌子给它架高板 所以坐在这个地方 您喝茶看风景就会比较惬意舒服 各种锁木器砖搭配不同时代的简洁老家具 在背景重新组装亮相 戏台凉亭 荷花池塘 也拼凑出江南小月的风情 因为你东西收多了吧 你叫修嘛 修的话你不停地 你就要付很多本钱出去 就不停地跟很多人说话 递租我啊 要不然我免费帮你盖多少年啊 只要有机会我得把它盖起来 然后这个当作是一个样品来处理 所以没想到一弄弄到现在 它的硬度可以打拐弯性很大 你看 凹的 平的 如果拿那个大包子的话 抱不上平的 抱不上 你抱不倒了 将每一根屋顶领条细细打磨 现在詹夫华还带着一批工人 持续将收来的古建物零件 整修补墙 依序归类保存 传承其实要实用 设计来自于生活 就这种概念做到现在 人们对文化已经开始认知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好去做 海峡两岸的文化的交流的一种 二十多年来 搜赋的工具也如珍宝般成为墙上的艺术展示 提醒詹复华初心不忘 延续建物的机理技艺 用创意在修救的过程里 增加亲民的厚度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